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Diablo 2 Resurrected 暗黑破壞神 肉火重生 高畫質重製版 今天已經上市了幾天了 而我自己也在直播的時候跟觀眾玩了幾天 到底這個遊戲值不值得買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喚後感 首先如果你是年輕觀眾的話 可能你第一次接觸過的Diablo系列應該會是Diablo的第三集 但相信你會聽過不少人說 Diablo 2 第二集才是永恆的經典 原版遊戲推出已經超過20年了 在2000年的時候正式上市了 但現在仍然還有大量的玩家 遊戲裡面可以打到寶物和武器 現在就算你在網上也仍然是有價有市的 今次的重製版玩法跟20年前的版本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內容包含了原版的遊戲 以及它的資料片 Law of Destruction 的資料片也包含在裡面 畫質經過了超大提升之後就符合現今遊戲的標準 20年前我讀中學的時候 老實說真的沒有特別去到怎樣鑽研去玩Diablo第二集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年網絡的資訊沒有現在那麼流通 一般來說我都是玩野蠻人去起手的 因為大大隻站在前面埋身肉搏 用自己的生命力去硬撞才是我的風格 但因為現在的網絡資料是有太多發達的關係 隨手上網都可以找到無數的攻略 所以今次的重製版我決定用一些我從來沒有玩過的角色去玩 我今次玩我是用了這個死靈法師 之後再配合這個召喚的技能樹去玩 相對上來說是一個非常容易又不用怎樣吃裝備的一個懶人職業 再配合一些骨灰急玩家的老手觀眾 輕鬆在兩天裡面打爆了一個普通難度的遊戲 沒錯只是這個普通難度而已 其實在職業選擇方面 應該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特點和玩法 野蠻人就埋身肉搏 聖騎士就可以又回血又可以去砍 然後玩法師當然就可以閃來閃去 然後又放魔法 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雖然一定會有某一兩個職業的玩法 是特別多人追捧和特別厲害 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都是自己玩得開心 玩得開心才是玩遊戲最重要的地方 但好了 這一類型的遊戲主義的目的 除了要打爆故事的情節主線之外 當然就是要打寶物 Diablo 以前曾經出現過不少的貴價物品 在網上用真錢去買賣 相信我的觀眾裡面 都應該會有人曾經試過賣過Diablo 2的武器 當年我們在eBay上 做買賣這個 都算是童年回憶 這次重製版的出現 相信又會掀起一陣打寶物的熱潮 因為雖然只是推出了兩三天 我已經在遊戲裡面的留言板 看到有人在賣武器 在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雖然我自己只是打完普通難度 但在網上看到已經不少骨灰級的玩家 就打了一對地獄難度 在擦最好的武器和裝備 加上遲些會開始的天梯菜季開始 一定會有更多玩家 嘗試去爭取這個更高的排名 剛才說了這個遊戲的玩法 跟以前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有其中一樣新玩法 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就是可以用手掣來玩 一般來說在電腦上 玩這些Isometric ARPG 都會用手掣來玩 但是今次的Diablo 2重製版 差不多全平台都可以玩到 電腦、Xbox、PS 甚至乎任天堂Switch都有 我自己雖然在電腦上玩 但試過一次用手掣之後 老實說真的真的真的回不了頭 因為用手掣去玩的時候 感覺上就好像是在 在這裏給一個指令去到角色 叫他去動 就是按這裡叫他去那裏 按那裏叫他去那裏 但是用手掣來玩 就是真的很實在自己去到 控制住那個角色 就好像自己就是那個角色 那樣的代入感是強很多 雖然在處理背包、位置、道具位置之類 是沒有Mouse 這麼方便 但是整體上來說 感覺都不錯 沒有試過用手掣玩的人 真的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立刻試試用手掣玩 因為我自己原本都覺得 一定是用鍵盤和Mouse 但是一轉了手掣之後 玩過一次就回不了頭 總結來說 今次這個重製版 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因為20年來的經典 高畫質重製 三百多元 夠你玩至少幾十個小時 長的話 玩幾百個小時都不足為奇 老實說真的算值得玩的 再加上如果你是一些比較年輕一點的玩家 你從來沒有玩過Diablo 2 你是第一次玩 你已經是玩Diablo 3集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知道 以及感受一下 為什麼以前的人 是這麼喜歡玩Diablo 2 甚至至今時今日都還有人在玩 我們之前直播 跟大家一邊玩一邊去到吹水講的時候 其實都分享了不少 以前小時候玩Diablo 2的一些事 也有很多觀眾都說 小時候放學的時候 去網班和大家一起去玩 一起去到升級 一起升等級 這些完全是一個童年回憶 老鬼回憶 如果你是年輕玩家的話 這個真的是你的機會 立即去買一隻 然後回來玩 這個分享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我經常會開直播 我經常會開直播 跟大家吹水去打遊戲 希望在下一次的直播 可以見到你 OK 那就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Bye